乌克兰成了欧洲大陆新的火药桶 俄乌战争最后真的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回顾历史 纳粹德国开始攻击波兰之后的一个星期 1939年9月11号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宣布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而现如今啊 俄乌大战迈入第五天 其实战情不但是没有缓和的迹象 普京还动言要动有核武器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不过作为美国政府对外宣传机构的美国之音 他们就引述了美国政府前军控议题顾问 波克拉的话就指出 不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关 反而更像是第二次冷战的开始 美国之音的分析认为 无论俄乌形势如何解决 那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其实已经产生了痛苦的分裂 竟然引发一次新的冷战 从这个星期起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另一方面德国之声就指出 乌克兰危机具有连锁反应 牵一发而动全身 很有可能带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乱局和变局 有可能形成新的全球力量组合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就认为 一些罕见世界不但会影响世界格局 还会改变世界格局 俄乌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罕切案例 它不只会改变乌克兰 还可能引发骨牌效应 改变世界 分析评论指出 就算911恐怖袭击事件一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有可能会演变成二战以来 欧洲最大的一场地面战争 这种脱离常轨的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无法预计 未来几年可能还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继续发酵 但是呢 现在其实有一个影响似乎已经是确定了 就是普京早前他承诺要重拾苏联时代的部分影响力 以及前苏联所拥有实际控制的土地 那这个进程呢 现在是大大提速了 单单是这个目标 就会影响后苏联时代新欧洲政治版图当中 十几个欧洲国家的心理 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 还有爱沙尼亚政府 他们现在也不免会担心自己会成为普京颠覆的下一个目标 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搅动世界巨变 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写了二战后世界秩序 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分析认为俄乌枪响之后所引发的骨牌效应将会影响世界各国 恐怕没有人能够安然无恙的穿过战争里闹